日职 平成年最后一场比赛王伯荣战软银扛第五棒指定 打击日本平成年间火腿最后一场比赛 29日在主场赢 战俘刚软银英 目前系列赛双方一胜一副战品 王伯荣死 战扛第五棒 担任指定打击 火腿与软银首战被贾斐拓 也压制落败 28日火力回稳 而且目前最稳定的投手有 袁航平在脚出优质先发领军 绿队以4比0拿下胜利 王伯荣在此系列赛打得很闷 仅在前一战靠出身球上磊 队友安打推进跑回一分 对球队有所贡献 不过禁酒打席 吞6K时他必须在调整之处 他目前出赛25场 99打 数27支安打 有5支2类安打及一轰 打击率0.27 三人排行阳连第九 对上仅次于最近火烫的大田太市 火腿此战派出上则直之先发 他去年对战软银夺4胜 防 预率2.07相当得心应手 本季四场出赛都是优质先发 夺两胜一败 防御率2.67 本季将首度迎战软银 软银先发则是东宾剧 他在2013年菜鸟球季曾在渣 广巨蛋演出生涯首场玩丰盛 该年防御率1.67 本季 初赛四战拿下一胜 防御率4.98 他曾在9日对决火 腿 与王伯荣对决四打席未被敲出安打 标两次三阵 有 一次保送 还有高飞牺牲打带一打点 算是战上风 日 本将于5月1号更换年号令和 为庆祝这项国家大事 火腿队在这场平成年最后一战设计亦有平成字样的 各置门票 并在5月8日主场对欧力士之战也设计了令 和的纪念门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